真的提醒大家最近开车 要小心天雨路滑的 天气湿搭搭 开车真的不要发生这样的意外 这是在这辆奥迪R8的超跑 就在细致 它整个失控而且自撞 导致车辆起火轰 整个烧起来 烈焰整个吞噬这个超跑 车内女乘客不幸的相仲不至 造型的黄性驾驶 现在也被起底了 家境富裕 从事房地产 在警局遭到了 以送他低头 表达歉意 不过再多的道歉 也换不回宝贵的生命 而事发当下起火 惊悚的画面现在曝光 先带您来自己 一辆奥迪超跑打滑失控 接着撞上路边电竿 后方驾驶目睹全程 简直不敢置信 他大家速甩尾 你赶快打电话报警一下 但是等一下 有人应该有人会报吧 车内两人都被眼前画面惊呆 不断讨论该不该报警 但就在两人惊魂未定之时 更惊悚的事情发生了 我好不得 我再逼一领 等等几秒的时间 超跑瞬间起火燃烧 驾驶健壮 马上下车救援 我要救他吧 不是 你去拿他 你去拿他 但你小心 你小心他有门 你去拿他 这件超跑驾驶自行脱困 马上再将副驾女子 从起火的车内拖出 民众也赶紧拿着灭火器 帮忙灭火 但副驾的女子 却一动也不动 到院后依然回天乏术 据了解开车的黄姓男子 在建设公司上班 家境不错 半年前与翁姓死者 在夜店结试 这次要到戏址 接女方吃饭 想不到却传出噩耗 可能有家族才会 创意那么棒 要不要跟你的朋友 道个歉 对 警方初步研判 是因为当时车速过快 加上没系安全带 才会酿成死亡意外 目前已经将黄姓驾驶 移送侦办 雨天摊快大踩油门 却因此让女大生命丧黄泉 年轻的生命就此陨落 要女方家属如何接受 记者曾经有桃 新北采访报道 好的确天雨路滑 开车要小心 还有这个莫名其妙开车 居然撞进了超商 非常惊悚 也带您来关心社会案件 台中无期这位妇人 原本上午跟先生打算 前往这个桃园旅游 上路前想说 先去超商买一杯咖啡好了 但没有想到停车的时候 妇人误踩了油门 整辆车就直接爆冲 撞进了店里头 而且撞破了超商 落地窗的座位机 当时真的很无辜 正好有客人在柜台结账 这个全部被吓坏了 目前最新的状况呢 来看到是超商老板 也赶到消息 接到消息赶到了现场 心疼的说 整片的玻璃门框 全部维修下来 至少四五十万 超商内客人拿着面包饮料 准备结账 没想到一辆休旅车 突然撞破落地窗 开进店里 客人和店员 吓到连忙往后退 柜台也被撞歪 副驾驶座的男子下车 挥了挥手 看起来十分不好意思 因为闯祸的就是他太太 从驾驶座出来 惊魂未定 不知该如何是好 这个冰箱开 然后要开四五十万 还有这个北方在扫 这个不小心来 保雷做做的 一些风批刷都会批批入里了 超商老板赶来简直杀验 休旅车把座位区撞破 门框变形 满地都是碎玻璃 柜台货架 东倒西歪 还拨几一台 无故机车 警方调查五十九岁 陈欣妇人跟先生要去桃園游玩 本来想着轮流开车 先到超商买咖啡 却在停车时雾踩油门 当场把女店员吓到大哭 是不小心动起来 是怎么了吗 周日一早八点多 台中无期港复路二段 车旅车撞超商 好在座位区没客人 店员和要接种的男子闪得快 否则后果非死即伤 但夫妻俩咖啡没买到 旅程泡汤 赔偿费用也不是一笔小数目 记者徐温礼云洁 台中报道 好最近天气降至一直下雨 很多人想说不要出门吃饭 叫外送好了 但是外送也有人 爆发了恐怖的意外冲突 带大家来关心 高雄有骑士就控诉说 当时他骑车在路口 遇到了外送员 高雄市的大左转 插点就插撞非常危险 骑士要向外送员 这个要外送员 你不要再逆向骑车了 这样子真的会出状况的 但是没有想到 外送员居然扭头冲过来 爆气拦车 而且没有戴口罩 不断大声凶狠地呛瞎 说要不要来顶骨鸡 这个单挑标国骂 这个汽车绕着骑士 骑车一直这样子围绕转圈圈 叫嚣得态度非常非常嚣张 骑士一拿出手机录影 外送员立刻二话不说 秒闪 落跑 另外一位外送员 似乎是不想被检举违规 居然把车牌戴上了口罩 骑士跟朋友骑车到半路 突然一名外送员 重过来蓝车挑衅 像骑士胆小鬼蛋 仔细看外送员 没戴口罩大口持槟榔 骑车还没后照镜 骑士跟朋友骑车到半路 骑士跟骑士跟骑士 外送员呛吓单挑 接着对骑士骑车绕圈圈 逆向行驶 骑士立刻报警 外送员 你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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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送员 外送员丢了一句国骂 就骑车离开 骑士事后 到警局提告妨碍免遇 原来双方在前个路口 差点发生擦撞 还是外送员逆向左转 我就拿着手机走过去 他就直接跑了 路边想找人练散打吧 一行车纠纷 遭人怒怕 警方一规定受理 警方也将对外送员 逆向行驶等三项违规 开发好几千元 同样是外送员乱象 外送员停等喉登 但似乎担心违规被检举 机车车牌 竟然用口罩盖住 后方骑士超调皮 把口罩翻开 但外送员完全没发现 警方也将根据民众提供影像 最终开发4800元 等于三四天都白跑了 躲避检举反倒荷包大失血 记得松北城王书宏高雄报道 好 金群说这真的是三宝 好嘛 路三宝让很多人都看傻了眼 另外也来看的是 这个王泽顺泽说 这样的真的是碎了要拍电影了 不过当然 同时要来看看 这个接下来的新闻 也是让人觉得非常的离谱 高雄这间歇业的护理之家 护理人员发现很有状况 大门的门锁怎么会整个被撬开呢 而且里头的电视 冰箱 还有一堆铁制品 全部被破坏 搬光光 损失算一算 烫不烂当 至少50万起跳 立刻赶快来报警处理 人警到场陪同拍照前阵 走到三楼才突然发现 更离谱的状况发生了 好扯 有位周年男子呼呼大睡 在地上直接睡着 闯人家家 破坏人家东西 还在地上来直接睡觉 护理师吓到往后来巴谷 退了好几步 原来他就是大胆骁将的窃贼 闯进人家护理之家两个礼拜 又住又吃又偷又破坏又睡 最后被警方登场 活逮送办 有东西有被破坏的痕迹吗 全部都破坏 护理师慌慌张张带着原警 来到护理之家 因为里面遭小偷 人搬的东西都搬光了 都搬光了 金属类的全部都拆掉了 走进一间间房间来查看 冰箱 铁窗 铁门等等等 全部被搬光 损失超过50万元 他从那边爬进来 因为这边旁边是我们的逃生梯 护理师怀疑小偷从逃生梯爬进来 原警走到三楼 竟然有一名中年男子睡在地上 护理师吓到往后退 中年男子起来抓抓头 说自己没地方住 把西夜的护理之家当免费民宿 说自己进来就已经这样 原警随后在他身上 找到各式 扳手等拆卸工具 罪证确凿 层前两周以来都睡在三楼房间内 因缺钱行窃部分物品变卖 窃窃无业又居无定所 看到歇业 护理之家就像看到肥羊 又住又偷 钱已经全部花光光依法送办 警方也请护理之家加强管理 也会常常来巡逻 以免再有小偷闯入 记得今天中王书宏 高雄报道 来关心了 26号早上10点多 新被这对夫妻起车 行进了板桥文化路汉山东路口时 发现路上满是铁架 下车不及当场重摔 酿成孕妇的腹部剧痛 非常的惊险 满载铁架的货车从路口左转 想不到货车上铁架依四没固定好 瞬间全部散落满地 美国多久执行灯号转绿 车辆纷纷闪避 但只见一辆双载机车反应不及 直直撞得上去 骑士乘客当场惨衰滑行 双双倒地 事发就在26号上午 车来车往的板桥文化路汉山东路口 当时货车铁架洒落 占据将近整整三线道 骑士除了刹车不及 也担心突然闪避急转 可能遭到后车撞击 因此骑上铁架重摔 乘客罗姓太太怀胎七个月 腹部疼痛 举步挫伤 索性松衣后 胎儿宝柱没有大碍 只是他的先生 却无名之开放性骨折 到院时骨头已经不见 最后截肢一结伴 痛批货车驾驶 照事后没放置警告标志害衰 甚至警方到场一侧 发现驾驶不但救驾 还没有驾照 被一公共危险及过失 伤害送办 危险驾车害人害己 得为自己离谱行径 付出代价 记者称赞茂黄玉兰新美式报导 小心有诈 疫情期间就连网路诈骗 也要跟疫情扯上关系 有人说自己生活受到影响 有人好心要汇钱 结果园警到场之后 正好接到男子的电话 警方当场拆穿了骗局 你哪里人是他的 你录啊 是他多久 二十五个月 诈骗案件层出不穷 花莲这位正姓单亲妇女 在网路上结识一位 化名为小名的男子 双方在社群软体上聊天 并互称姐弟 这位小名向正姓妇女表示 因为受到疫情影响 需要帮忙 正姓妇女不宜有她 先汇了三万元出去 又到银行要将 十二万九千九百元 汇入两个不同账号 引起银行复理注意报警 没想到小名竟刚好 在远景了解案情时 打来电话 小名对警员的问题一问三不知 疑似心虚挂断电话 正姓妇女见状 才终于察觉自己受骗 据了解这位妇人育有四个孩子 平常依靠打零工为生 幸好在银行复理和警员的帮助下 才没有让妇人的积蓄 复复东流 记者 刘吉娇张志仁 花莲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